美中元首熱線不只說好的臥俄局勢 更聊到臺海威脅 對於臺海遭受脅迫與挑釁 美國總統拜登在通話中表達擔憂 重申美國反對任何片面改變臺海現狀的立場 畢竟就在電話接通之前 中國派出航艦山東號在18號一早通過臺灣海峽 不知五國軍派出軍艦關注 美軍驅逐艦瑞爾夫強身號更是全程尾隨監控 拜習熱線前的插曲引發外媒騷動 但中國官媒持續暗示美方才是始作俑者 中國有兩句老話 一句是一個巴掌拍不響 另一句是解鈴還需細鈴人 關鍵是當事方要展現政治意願 著眼當下 面向未來 找到妥善解決辦法 睿為四個月再度視訊同框 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從美東時間九點零三分 一路聊到十點五十三分 全程一小時五十分鐘 拜登警告習近平如果援助俄羅斯 就必須付出代價 美國無依靠胡蘿蔔 循循善誘 習近平也不願掛保證 說中國不會援助俄羅斯 只說烏克蘭局勢不能走到兵戎相向 還說烏爾衝突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華視新聞放此便宜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